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喂喂,马金猫的Instagram你又追踪了没有? 越来越多古灵精怪和抵食的资讯在里面 越来越多人追踪,你不要做最后一个 马金猫的Instagram每一位都是真实观众 如果马金猫要问你一条问题 究竟Liuway这家的卡拉OK已经收拾了 还是还有分店,你又能不能回答? 喂喂喂,Liuway不单止没收拾 很多年前有那些卡拉OK票,你有吃过没有? 原来啊,现在这位的卡拉OK票重现人间啊 这一样东西你又知道吗? 这一集就和大家一起去看看 如果马金猫再问你一条问题 究竟你知不知道卡拉OK的起源地在哪里 你又懂不懂回答呢? 当然不是在香港啦 见到这个画面,你也猜到一点点 没错啦,卡拉OK这一样东西 就是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由日本传入香港的 一开始的时候,香港的卡拉OK 其实不是像现在你想的那样 有间房子给你在那里慢慢唱歌的 那时候通常都是用一些走廊的形式去唱歌的 没错啦,没错啦 就好像类似廟街那样的形式 至于香港第一间有房子给你唱歌的连锁卡拉OK 就是成立于1991年的 喂喂喂,你又知不知道 那究竟这一间的卡拉OK是哪一间呢? 不是Liuway啊 是一间叫Big Echo的卡拉OK 如果你有少少年纪的话 就应该知道的 那至于Liuway 第一间的分店是什么时候和在哪里呢? 就是1993年的时候 是现在港征中心那个位置 开了第一间的分店 喂,港征中心这个位置 今时今日还有分店的 那这间店不是三十多年的历史? 九十年代的时候 那些人很喜欢唱歌的 一放学,一放工,一放假 一放假就会去唱K 所以卡拉OK的分店就越开越多 那,跟着下来的名字 你都应该记得了 有一间叫加州熊 便宜一点的那间叫Green Boss 香港第一间的卡拉OK 就是这一间的Big Echo 跟着呢 还有一间叫前卫卡拉OK 卡拉OK就越开越多 但后果就只有一个 越开越多 意味着竞争越来越激烈 收拾又一间收拾又一间 去到二千年头的时候 市场就剩下Liu Wei和加州熊 两间寡头垄断了 Liu Wei都很棒的 他想到一条桥 在2010年的时候 打算收购这个加州熊 收购就成功了 收购完之后 就陆陆续续 那些加州熊分店 有些就变了Liu Wei 有些就执毁了 当Liu Wei心想 今次还不一门獨大 有牌赚 在这个时候 事情哪有那么爽呢 就在童年的年底 有一间叫Red Mr.的卡拉OK Boss 又单身了 之后的卡拉OK 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人唱了 谁知 大家都还记得 新冠肺炎 三四年前的这一场新冠肺炎 差点弄死了卡拉OK Liu Wei当然不例外 这间分店又欠租 那间分店又说欠人钱 每间都欠人几百万 有些还被人追成三千多万 去到2021年的时候 Liu Wei的其中一间附属公司 还被高院班领宣布清盘 曾经有没有人开玩笑地说 这个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怎料Liu Wei竟然打不死 到今时今日 还有这个卡拉OK 死而復生 猫猫 是呀 又吃自助餐了 所以说 吃饭之前要做好准备 很多人 又不喜欢折食 又不喜欢做运动 但是又想瘦 那又不是没办法的 有个懒人减肥法的 不用折食 不用做运动 都可以轻松瘦 方法就很简单 就是吃这个Slim Pro 極瘦菌 它就会帮你养好长度里面的瘦菌 踢走肥菌 帮你提升这个热量代謝 从根本养成这个二瘦体质 淋饭的时候 就吃一包的Slim Pro 它就会把200亿个瘦菌定值在长度里面 平衡体内肥菌的比例 增加这些瘦菌之后 就可以提升基础代謝 阻止脂肪合成 加速白色脂肪的燃烧 这一只Slim Pro里面 其实有五种的医疗级极瘦菌 生菌组合 另外还有五类的烧脂成分在里面 那那那 臨床实症就证实了一样东西 持续吃这个Slim Pro 极瘦菌 四个星期 在无折食和增加运动的情况之下 体重会减少两个公斤 体质率还下降1% 这一只产品 还有多项国际抗肥减脂的文献 专利的认证 Slim Pro 就可以临睡或者饭后吃 如果你要更加有效的话 餐前可以吃到一条卡路卡 卡路卡这一只产品 大家都知道 可以阻隔66%的淀粉吸收 当你吃一碗饭 只有三分一碗饭的百份热量 会被身体摄取 所以两只产品一起吃的话 效果就会更加显著 四个星期左右 就已经轻了两公斤了 如果你想燃脂修身 又不想做运动 怕减肥 但又怕反弹的话 最好就是吃Slim Pro 餐前就吃一条卡路卡阻隔热量 临睡之前就吃两包Slim Pro 提升代謝 两样东西其实都是煤果味道 所以Slim Pro 可以直接放进口吃也可以 用水送也可以 或者冲来喝也可以 产品在曼宁有得买 在Info Boss 可以拿40元的现金卷 现在吃东西就不再怕肥了 虽然那家猫可以大口大口吃了 要吃K泡菲了 其实现在全港只剩一间 唯一的分店呢 就是港睁中心的一间GTV CEO 里面呢 9月10月11月都做半价優位 半价是什么半价呢 就是个自助餐半价 唯一44元一个人可以44元就买单 吃懵你呀 卡拉OK要付房钱的嘛 星期日至星期四去的话 价钱就249元再加1 所以你算一算数 又249元又44元又要再加1的话 买单应该都要300多元一个人 当然了 抵食就真的不是抵食的啦 不过呢 这一样东西是集体回忆的嘛 K泡菲这些东西 如果你今天不吃的话呢 你不知去哪一天会倒闭 到时真的一个不幸 倒闭了一粒的话呢 你想吃这些K泡菲 真是不知在哪里才找到来吃啦 马鸡猫和神性马鸡猫呢 就两只猫来到这里啦 房间呢 都比想象中大 以为这一间房会有厕所啦 原来没有的 这一间房呢一眼看完啦 都没什么好看的 所以走出去看有什么食物好过啦 逐步逐步来不要心急啊 看那些冷盘啊 沙律 刺身壽司 这一滴这样的东西先啦 好不好吃这些东西呢 就不要鬼离去住啦 但就这样看下去呢 好像都几多食物可以拿那样 刺身柜里面啊 你见不见到啊 有带子呀 有大大只那些虾可以拿回去的 嘩 真是苦力不了啊 这一边呢 竟然连凍海鲜都有 看真一点呢 嘩 全脚蟹这一道都可以拿 那啦 刺性马鸡猫呢 就一马当先啦 是迷暮女呢 就拿了这些凍海鲜上来 有些虾有些青口 长脚蟹 当然要拿啦 拿到海鲜那里呢 又黑妈妈啦 又有毛啦 什么都看不到的 回到这里呢 是不是清楚很多呢 不过有时候有些东西呢 看得那么清楚 又不是那么好的 闭闭闭闭 那便算了啦 你看看这一只长脚蟹 里面的肉 黑色的 这里的凍海鲜呢 其实又真是很奇怪的 吃进去呢 这只凍海鲜 其实都没味 虾又没味啦 青口又没味啦 其实就好像吃了一个 固体的水落肚那样 凍海鲜 最多你都是拿一次的 我不相信呢 你会再拿第二次回去的 之后呢 就吃这些刺身 刺身呢 就有味啦 这一块这样的三文鱼呢 有少少的腥味 不是的嘛 你说到人家的东西 是这样的 是鱼来的嘛 人家的 有腥味 不是理所当然的 神经病 神经病 你懂不懂吃东西的 人家的三文鱼 甜甜的 之后就去篮盘部 再拿了一堆东西的东西 有些凍夜八爪鱼 有些猪肚丝 海折 那些东西 这里的寿司呢 其实 就不是遇到人吃的 嘿嘿 你晚上 拿好十块八块回去 输了的话 不要喝一杯酒了 输了的话 吃三块寿司算数 喝酒喝得多呢 就喝到牛 吃寿司吃得多 一样吃到牛 那结果 其实也是一样 冬的东西呢 嗯 其实真的不好吃那么多 所以马鸡猫呢 走快出去 拿这些炸东西算数 起码吃入口的时候 都叫做有些温度 跟刚才那些冷盘 刺身 和海鲜相比 这些这样的炸物呢 其实有质素 有水准很多 里面你会见到 有些单骨鸡翼 有些炸鱼柳 这些这样的东西 这一餐纯粹来这里 懷舊一下的话 吃下这些基本东西 再吃下那些冬海鲜 看看有多难吃的话 其实整个感觉都挺有趣 一旦来到这位了 当然不要浪费啦 吃下东西之外 记住唱歌啦 所以马鸡猫呢 现在就打算唱一首歌给大家听 又有一刻在头 星空 曼常在座 懂唱的朋友 我们一起唱 喂喂喂 其实你又觉得呢 马鸡猫 是不是真的唱到 跟陈卓妍一模一样呢 如果你十几十年前 整天去唱K的话 你可以看看现在 那个热唱榜 跟你十几十年前 那个热唱榜 其实有没有分别 喂 看到有十几年前的必杀技 对呀 喜帖街 十六号爱人 这些都还是热唱 就这样看上去有些歌声 连人都不见了 但他首歌呢 还在名流青史 吃完 吃完腩盘和炸物之后 马鸡猫就再走出去 看看这里有什么热盘好吃 卡拉OK里面 吃K泡飞了 热盘应该是最稳定的食物 所以你看到 另一粩的炖汤 就被人拿剩一粩了 如果要拍自助餐 拍些没食物的画面 其实很容易的 这几个拍下去 是不是好像刺激那样呢 那你又肯定会问马鸡猫一样东西 那究竟这里的食物 会不会refill 如果你敢问的话 马鸡猫就说会 整天都见到有人 一车车地捧一些食物出来 一盘盘地换下去 你刚才见到那些蒜蓉粉丝精闪背 就是整盘在这里任我 这些这样的薯蓉青口 又是新的 如果你来到这里 纯粹是寻找你的童年回忆 和自助吃饱的话 其实应该就毫无难度了 因为你看这里的热盘 全部都是一盘盘的肉 你要吃的话 可以吃死你 这里的凍海鲜就不吃得下口了 见到有热海鲜了 多大都报仇地捧 拿出几个大仙背回来 人家就拨开云霍见青天了 嗯 这里呢 就拨开粉丝见... 见带子了 带子就不是很大粒 都预料了 不过这里有热食的话 还拍烟 那还想怎样呢 来到这位吃鸡泡飞了 你不要真的当自己吃鸡泡飞 先来到这里 你当吃大食会吃饱 那就算了 啦啦啦 就是这样了 突然又会有人推着车出来 上面就有几盆东西在補充 这里的热食呢 就常常都换款 所以马鸡猫呢 有空就会出来存在一下 看看有什么新的食物可以拿回去 这次突然就会见到这些老水鱼甲 至于全晚最好吃的东西呢 就是这一档的烧山蠔啦 死啦 那么多人看完这段片 来到个个都要拿烧山蠔的话 烧山蠔的个个个 肯定真是马鸡猫啦 啦啦啦 先喝下你们 这些呢 就是烧山蠔 上面呢 就有一堆蒜蓉在里 叫出来呢 那些蠔肉 都很大隻啊 反正都已经是铺飞来了 不用再给钱 就让你无限任拿这只烧山蠔 那还想怎样呢 刚才那些凍海鲜呢 尾巴就像水啊嘛 这个的燉蛋呢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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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应该人家叫做茶碗蒸啊啊 如果你又有幸拿到这一块的话呢 你就会试到一个 从来没吃过的茶碗蒸了 它的质感呢 吃下去都不知道是像燉蛋好啊 还是像啫喱 还是像布丁好 总之就不是平时的茶碗蒸了 茶碗蒸见到一定要吃 马鸡猫呢 就再出去一转 看看有什么新奇古怪的东西啦 鸡翅呢 好难不好吃的 口水鸡翅啊 老水鸡翅 都是正东西 真的正啊 这次不是困你 刚才那些即烧山蠔就很好吃啦 这些这样的芝士焗蠔呢 就完全两个世界 尿一块蠔给你看啦 咱们找到一块蠔在哪里呢 你不要玩我啊 马鸡猫 这块是芝士皮 那块蠔在里面啦 那块蠔在里面啦 那块蠔反转它 你会看到了吧 这样清楚一点 真的有个蠔在里的 那块蠔就更奇怪 一拆个壳呢 肉就好像腐化了那样啦 好 吃饱 又唱歌 MC的记忆面呢 就很多个版本的 连王八明 也有一个个版本 不过这位这一道呢 就只有个女人版的记忆面 跟着下来呢 就唱一个马鸡猫版本 给大家听下先 下定缺心 每回复单身都不各方能 熟睡那刻还未失忆 我亦良静音 总之你我对你床头都不相对 鸡猫伴侣 鸡猫伴侣 是某种港仔 当水喝 那也好 这个呢 就是鼎鼎大名的蟹王翅 听个名字 是不是很厉害呢 但里面是什么呢 不要理他啦 有液体喝 不要喝死 那就算了 如果你真的对喝液体 有要求的话呢 那就喝这个 这个呢 就是炖鸡汤 撩下它 里面真的有些鸡 有些龙眼在里 整家新位CEO 就算弄起鸡铺票也好 其实也不满的 所以呢 一日房就打大佬了 他给我们交房的时间 就是0530 蛤? 麦克卯6点到的 这样数一数 不就要长成12个钟? 嘩 不要理那么多了 立即出去 拿多几种炖鸡汤 放在这里 左阵一下先啦 整晚就流流长的嘛 如果你喝这些鸡汤 喝到闷的话 那你就可以来到 这个火鍋corner 在这里呢 除了有打烤鸡之外 还有得喝汤底的 嘩 现在见到这个 就是瘦气烧的汤底了 像是马金猫 就不足点 在自己的盆子里 之后呢 在旁边那里 加些牛肉下去 那味道就更加好 这里的牛肉 就有两种 一个就是牛肩 另一个就是普通的 美国肥牛 不知是这里 没有人打烤鸡 还是刚刚refill 马金猫夹的时候 整盘一块都好像 没有被夹过 煮你的瘦气烤 一定要放一些菜 煮完之后 就站在这个炉里 拆拆拆拆拆 如果你汤底不得大煲一点 到夜了的时候 你就会多些东西喝 现在你看到这个 就是牛肉的壽喜烧了 这些东西 不知道本身是东西好吃 还是马金猫的厨艺高明 拿回来的时候 吃下去 又比预期中好吃很多 都是那句话 你不要当这一餐 真的去吃酒店自助餐 这一道就有甜品 不过这些甜品 嗯 都是继续唱歌算罢了 这一餐 吃到这里 又吃饱了 这一餐三百多元的价钱 一定就不算是价值了 吃那些食物 其实也不是很好吃 不过 KPF这些东西 其实是一个回忆 到底几年后的牛肉A 是真的一个时代的装结 还是另一个时代的诞生 我们真的要拭目以待 like这条片 分享给你喜欢唱K的朋友 嗯 不知道是否呢 我们下条片要再见 拜拜